水管抱着你关水阀 你拿手捕干嘛呀 回头金属管再抱着 手不要了 你坐穿了 老师 先把衣服穿上 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这是我家 我还不能回来了 我还没问你呢 对我们家水管做过什么 可能是因为你突然回来 他就坏了吧 是吗 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轻轻拍了一下他 轻轻拍了一下 你是哪个热带雨淋 出来的金刚啊 在这儿伪装成猴子 祸害我家 你不是说你还有七八天 才会回来吗 这就是你穿着睡衣 在我家满世界跑 把我们家浴室 变成水帘动的原因啊 你 你都看到了 我又不瞎 你别捂了 一会儿把自己给捂死了 懂不懂礼貌啊 跟别人说话 要看着别人的眼睛 反正我看都看了 你捂死自己吧 你这人看就看了 别什么这么理直气壮的 你敢穿我为什么不敢看 我回房间睡了 哎 如果有人找我的话 就说我不在 不知道去哪儿了 特别是我爸跟姜宇晨 等等等等 你还没说呢 你为什么会突然回来 是因为和家里人吵架了 还是和姜老师吵架了 房客守则三十条 行行行 不问了 按照我脚趾头的经验 你爹的心情肯定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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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喂 姜老师 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姜老师 我想问一下 骤川老师是发生了 什么事情吗 刚才他突然回来 心情很不好的样子 他下午好像和家里人吵架了 原本约了晚上一起吃饭 他也没来 和我想的一样 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回来了 聊天软件里 不是有定位功能吗 刚才我们在聊事的时候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 一下子缩短了几十公里 还有这种功能吗 对啊 那个 天色已经不早了 你先休息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再见 是 民主里的 是 URLs 你看 初黎 不好了 简号召整个画手间抵制我们袁月树 说我们的编辑完全无法沟通 还拼命催稿 交稿了之后还催毛求疵挑毛病 以退稿威胁画手